然后已经出院了 现在在宿舍这里晒一下太阳 有助恢复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手呢 依旧不知道为什么会红 肿了这些东西 然后黑黑的 整个手 这样 小困难 这个东西花了一千二 天啊 太奢侈了 就中了一个小小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算很大的手术 但是金断了一半 然后接了回去 然后昨天出院的费用的话 是在五千左右 然后就住了两到三天 然后这几天 呃 在宿舍休养 嗯 没有去上班 因为一直走的话 工作效率没有这么大 其次的话是因为刚出院 手一定要先静养一下 不然的话 扯到了就更麻烦了 因为毕竟 是神经嘛 可以看得出我的状态不是很好吗 还有皮肤好黄 然后嘴巴好干 好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又要去 整理一下手 医生叫我手要多动一下 不然的话 对于恢复没有那么好 这两天 住院感觉皮肤变得黄黄的 就一点营养什么的 都没有 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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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